黄金是天然的货币,易于分割,供给稳定 但在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又普遍性的在各国不具备法币地位 黄金价格的涨跌实际上源于潜在利益主体对现有法币的不信任程度 现有法币贬值趋势越强,实际利率越低 法币体系运行不确定性地缘政治 居民部门信心等因素越高 潜在利益主体对黄金的需求越高 美元是目前全球的准法币 但金砖国家等对美元体系的不信任程度逐步增加 具体表现为金砖国家等黄金储备仗外汇储备的比例逐步上升 这是近年来黄金在原本相对稳定的实际利率框架下出现超额上涨的主要原因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种不信任难以轻易弥合 但需要注意,这一过程 本质上就是是压迫者与反抗者国运比拼的过程 而时间最终究竟站在谁那边